佛有没有来去 没有来去 法身阿弥陀佛 法身 必要法界 虚空界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这是法身 所以佛有没有来去 没有 你有感 佛立刻就现去 感应到教 不过四 所以到离业心 不要说到离业心 到四业心 就有这个可能 你想见佛 佛就现去 想见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现去 这个时候 你就晓得 你往生自在 想去就去 那为什么还不去呢 这两句话就对了 长运慈心 把游戏 度尽无病苦众生 为这个众生太苦了 我住在这个世界帮助他们 那不能把他的苦消除 那不能把他的苦消除 为什么呢 业障 他自己造的业 自己要受 可是佛力加持 会让他的苦减轻 一些这决定 这决定可能做得到的 这是大慈 大悲 正得一心不乱的人 都有这样的慈悲心 那他们往生是随意 什么时候走都可以 什么时间走也可以 得真自在 那众生有云 有云是什么 众生能相信 那就是有云 众生不相信 排斥 毁报 那就是没有云 没有云 跟他借发云 来生后世 再度他 云成熟的 闻到佛法 生欢喜喜 生尊重心 这个就是 这一生就有可能得度 菩萨慈悲也 来帮助他救 帮助他回头 真的能成就 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成就的人不少 大陈旧的 像海贤 海倩 这些人 比较少 往生到 凡生同居处的人 可就多了 经常给我们讲的 都是真话 我们要记住 三倍往生 上倍中倍 我们做不到 下下平往生 人人有份 我们要争取 添加